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民意代表 都充足来为西拉雅赞赏 西拉雅原住民 事务推动委员会的这份秘书 万修官一开始就先告诉大家 有什么这件事会来严重行政所上的来容去吗 因为我们这个跟原民会行政这个生活的事情已经博会 我们也透过这个行政业做这个研究辩论 受完博会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开始要再提这个行政诉讼 所以下个礼拜会到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来递这个诉状 我们今年特别要继续的把西拉雅这样证明的运动 提升到这个司法的阶段 特别是我们今天提出行政的所谓的诉讼 最主要是我们希望有为的政府 所谓的转型正义公平的社会 希望中央政府能够正视西拉雅证明的这个问题 特别是我们迈向一个国际公约呼应世界所谓的公平正义 希望能够尽快地恢复我们西拉雅的这个族群的证明 照常今年是我们迈向国际政策赞名的一个关键年 所以今年我们将它订阅 国际日控英雅 所以这些继续要在团队国管制去选团 希望能够台湾专国的人民给我们专力支持 今天这个论断是医力开放政府公民参务的方向进行 用透明参务合作公司合力的团阵 由学者专家、议员、变博族群 包括一般的市民都可以从台湾专来讲话 向日市政来提出结讯 并签对就赞来运动欧修爱情的方向 行政所上的相关的事情 说出自己的看法 我希望大家来面对这些困难的环境 民居这么多来挑战 大家可以继续来打拼 大家可以继续来保持 我们做正业运动的日程 让台湾人可以重心来看待 我们台湾这个土地上相审的主人 几百年前我们学校业就和河南 我们有冠风的文殊 那时候我们就走就存在 那个时候 不要说在台湾的政府 连日台湾就要买成立了 对吧 那时候也要买中华民国 也要买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是很早进行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官僚 我们学校业 我们的存在 我们是比我们中华民国的宣法 比我们的宣法 比以前的宣法 就已经存在 所以我们国家的制度 可以成立 我们官主民这个制度 这个官主民这个基本官 是比宣法比以前的宣法的一个制度 所以国家是怎样 是要去保护 不是说要怎样去判施 那我这个问题 不只是在问赖青的市长 那也是在问赖青的先生 今天台南市政府 可以在西拉雅族群证明上 最大程度协助到哪个 哪个层级 是成为市定原住民族而已吗 我想要知道台南市政府的最大能耐 当然这个西拉雅族群的这个制命 核心的问题就是政治问题 这台南市大家都有说起 政治的问题 当然是 要用政治的改革 到后来最终可能还是要政治解决 就是说当权者他要有政策上的决定 这也是台南市教授说 平台要选总统 要来做这个政治上的改革 但是除了政治上的这个 这个决定以外 还有其他的风险 如果其他的风险 做较糾纏 在政治上的 决定的时候会比较容易 对于就是刚刚我们国务 他就议员所提到的 这个不是只有我们西拉雅族的事情 这也感受到其他16个组纹 如果我们大家能够 共同加强这个交流 有更好的感情 有更好的共识 有更好的理想 就在政策上做决定的时候 就会比较容易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法律的途径嘛 在政策上没有人做决定的时候 法律上的途径 这个也不能够放弃啊 所以是为什么我们去提出申请 申请美国提出诉论 我们今天又在此 事实要打行政诉讼 未来甚至都不排除 打这个宪法官司 问题就在这里啊 不过因为说 它是政治上的问题 所以我们单纯 顺求政治上的解决 政治上如果不解决 其他国庆都放弃 这个可能效果没那么大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就是说 当然我当任台南市市长 过去我也跟苏汉志 苏县长跟大家一起努力嘛 去争取辛拉雅族的证明 所以县市合并之后 我马上第一个动作就是 继续认定辛拉雅族为 我们台南市的市定原住民 那我们那些组织其实都是存在的 那也许事务上啦 有些地方 大家还不是 还没有做到大家满意 这个未来我们都可以再加强 那至于说 我的身份啦 如果赖清德先生啦 我如果离开了市长的职务 我一个 这一届平民 延不去就是帮大家来 道庭打拼 继续打拼 永远的志工 这样而已 但是希望 不要这样嘛 我也希望 对我的市长人来 就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啦 不要因为我 等到我去市长人来 但是还没有解决 用平民的身份 赖清德先生的身份 再帮大家道庭打拼 这样就没来啦 那些事情不只是 我还没有 我没有市长的身份 平民的身份 没有人以外 大家买烂嘛 对吧 所以我想我们大家 道庭打拼 希望在第一期的期间里面 这个事情就有一个大路 这场赞名的论断 最好是由到 老市长 含着行政所上的 提起人作为 来发表赞名参严 并大声来唱出 我们是北部 冠主民 文威秘密乎 却挡不住光 黑夜在场 天总是会亮 相信地址的正义 不久将领到 正平实力必达 赞兰 西拉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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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